這個課 來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跟我們兩例而已 國根家 這是我的名字 可以把它叫Jacky王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國家 事實上國家很簡單 就兩個字而已 但是做起來不簡單 這兩個字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就是圍牆裡面 把所有圍牆裡面的人 通通殺頭了以後 這個國家就變成我的 這就是國 他們的解釋 解釋很好聽 他說 就在圍牆裡面用武器保護人口 叫做國家 可是中國有歷史以來都是在屠城 每一次換朝代就屠城 所以我們今天來聊聊這個國跟家 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 在中華民國的六法全書裡面也都是這樣 你要懂得他的法律 他才會保護你 你不懂他的法律他不會保護你 全世界都一樣 所有的法律都是保護懂法律的 法律不是講感情的 法律沒有講感情的 沒有說這一條法律 因為我們感情比較好 這一條可以不適用 那就不叫法律了 大清帝國的人 也就是那個清國人 清國人就是支那人 也就是中國人 他們懂萬國公法 懂了萬國公法以後 這個國家就不會滅亡 為什麼 因為 萬國公法裡面規定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不可以分割 所以 領土 國家不會滅亡的原因在這裡 只是換了政府 因為中原的人 他們不懂國際法 什麼是中原的人 中原就是 閩南 河洛 客家 廣東 這些都是中原的人 漢人這些都是中原的人 但是這些人都被滅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懂萬國公法 被滅國以後 被滿洲人給統治了 這就是清國的時候 拜託這個丁薇良翻譯萬國公法 翻譯萬國公法以後 清國人就懂萬國公法 一懂萬國公法以後 他就這個國家就不會滅亡 只會被繼承 在1875年的時候 秘儒 要跟簽國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簽建交合約的時候 簽國 李鴻章就主張 你這個 秘儒 沒有保護我支那的人民 這是我清國的民眾所痛恨的 所以 你要遵守萬國公法 所以他定業的時候 他們李鴻章他就知道有萬國公法 這個就是那一部萬國公法 他現在已經成為國際法 這是大清帝國的國旗 有這面國旗是因為 第一次派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 清國本來是沒有國旗 派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留學生說奇怪怎麼世界全世界各國都有國旗 清朝沒有國旗 所以就賤請清朝 用這一面國當為國旗 這一面國旗用到1912年 再來被孫中山給推翻了 孫中山推翻他以後 用五色旗當國旗 五色旗國旗的時候 他說代表什麼 漢滿門回帳 為什麼漢是紅色 因為漢人流血最多 所以是紅色 他這一面旗用到1939年 然後由這一面旗取代 這一面旗 這一面旗是1946年才在憲法裡面定的 可是這中間 39年到46年這中間 因為有很多的政府 有四個政府 每一個政府用的旗不一樣 所以不能代表中國 那時候中國有四個政府 到1949年 這個中華民國 就被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給繼承 中華民國流亡到台灣來了 這一面是他的海軍旗 有沒有 五色旗是國旗 元帥旗 這是他的國歌 這是國徽 這是國徽 國旗 其實這是海軍旗 也就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旗 這是黨徽 這是黨歌 黨歌才是三民族裔 無黨所終 中華民國的國歌是 中國雄立宇宙間 這個才是他的國歌 這是今年6月5號 習近平在演講的時候 他演講的時候 這是滿洲文 他講的話 是滿洲話 也就是普通話 你們不要以為他講的叫國語 他不是講國語 他是講滿洲話 現在的國語 就是普通話 中國人現在說普通話有沒有 就是當年大清帝國 以武力的手段強制推廣的話語 張太元就說 這是金達魯語 你們不要以為國語是我們的 也不是北京話 根據1933年12月26號 有19個國家在蒙特維多 簽了一個公約 叫做國家的權力與義務公約 蒙特維多國家權力義務公約 這個公約規定 作為一個主權的國家 要包括兩個 就是要包括權力跟義務 就跟一個成年人一樣 你成年人了 你要享受權力 你要先盡義務 這是相對的 這個公約裡面規定 要成為一個國家 要四個條件 你個人 或者你的公司 你的家 你的企業 一樣 都有四個條件 這四個條件 很簡單 達成了以後 你就可以做國家 第一個條件 你要有人 你的家理念 不能沒有人 你的家如果沒有人 那就不成為家 你的家 如果你連你 公司幾個人都不知道 或是你這個家 有幾個人你不知道 那就不成為家 對不對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家裡有幾個人 是不是這樣 但是有的國家 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幾個人 那就不是正常的國家 其實 人才是最重要的 全世界的觀念都一樣 不像東方人 東方人認為土地才是最重要 其實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歐美國國家 他們都認為 人才是最重要的 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資產 不是公司的土地 公司的廠房 公司的機器 那個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是人 人才會創造價值出來 第二個條件 要成為國家 第二個要有領土 就跟一般人 我們的人 我們家庭 要有住的地方一樣 你的公司 也要有營業的場所 這就是領土 這個領土不能說 天下都是 天下都是我住的地方 你不能說我住在地球 也是說我就住在這個地方 你不能說 這個天下都是我住的地方 不是這樣 你住的住所地址在什麼地方 你不能說我住在地球 第三個 要成為國家 要有效的政府 什麼是有效的政府 你要爭得到稅 爭得到稅以後 就跟你 在家裡持家的人 那個持家的人 要拿到老公賺回來的錢 那才叫做持家 政府如果爭不到稅 那不叫正常的政府 但是爭的稅以後 要公平分派 不能獨厚某一個人 稅金的目的 是要照顧全體的國人 公平分配資源 第四個條件 要與他國交往的能力 如果不能夠與他國交往 那你就不成為一個國家 你的公司也是 你的公司如果不能 跟別的公司來往的話 那你的公司就不是公司 你不能夠跟別人來往 那你也不能成為你的家庭 作為一個國家 才可以跟別的國家 簽條約 條約 是國家跟國家才簽的條約 一般 叫契約 合同 不叫條約 條約就是國家簽的 不是國家沒有資格簽條約 就跟成人 我們人一樣 你是一個成人 正常人以後 你才有資格跟人家訂契約 你跟人家訂的契約才有效 你如果未成年訂的契約是無效的 就是這個原因 國家才有宣戰跟進行戰爭的權利 不是國家沒有宣戰的權利 也沒有戰爭的權利 就跟那個賓拉登一樣有沒有 賓拉登他沒有宣戰的權利 他叫做恐怖組織 現在的伊斯蘭國有沒有 他不是國家 他是恐怖組織 為什麼 因為他有武器 不是國家 爭兵就是恐怖主義 人民雖然可以反對戰爭 但是並沒有拒絕戰爭的權利 你不可以說 你國王跟人家打仗 我不支持 我不打仗 沒有辦法 因為你必須要服從這個國家 相對的 你人民可以贊成戰爭 但是你不能發動戰爭 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發動戰爭 那不得了 全世界都在戰爭了 我看你不舒服我就發動戰爭了 所以人民不可以發動戰爭 只有國家才可以發動戰爭 恐怖組織也可以發動戰爭 但是發動戰爭就變成恐怖組織了 全世界所有人 國家都可以打你 第一個條件 要確定的人民對不對 你怎麼確定這個人是你的 你這個國家的人民 就是要從發身分證開始 有幾個公民 有幾個居民 有幾個未成年的 你要非常清楚 你不能說問你家的小孩說 小朋友我問你 你家有幾個人 那個小朋友不會不知道 每一個小朋友他都算得出來 我家裡有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弟弟 有幾個人他都算得出來 那才叫叫家 你如果不能算得 你家裡有幾個人 那不叫家 不能說有的國家說 他13億人還是16億人 他自己搞不清楚 那他不是合法的 他要怎麼確定國籍呢 要改變國籍 要死一個人有國籍 要經過他自願 而且要有那個意願 第三個一定要合法 這樣才能改變一個人國籍 你不能說 你們通通明天開始變成我美國人 這樣不行 要你自己自願意願合法律 這樣才能改變一個人國籍 不能用政治的手段說 現在從哪一天開始 你們通通改變為國籍 不行 要你自願 要你意願合法 不能像這個流亡政府一樣 這個流亡政府 來台灣以後 過沒多久 行政院發了這一張命令 這張公文 這張公文 說 但是他沒有講說我國是哪一國 他只要說恢復我國 我國不知道是哪一國 所以他在搞迷糊障 恢復 這個恢復不能這樣集體恢復的 這個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根據這一號命令 把全台灣所有的人 換成中華民國的國籍 就是這一張命令 有了那一張以後 他才可以發這個身份證 發了身份證給我們 但是他身份證上面也寫得很清楚 現在帶的都是這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他可沒有說是台灣的 要搞清楚這個 他甚至於在上面做了記號 做你們是奴隸的記號 有沒有 跟繞印一樣有沒有 你們知道在那個養牛的地方有沒有 牛的屁股要繞個印 這表示我的牛 繞一個我家的家徽 表示我的牛有沒有 你們的身份證上面也有繞印 你們知道嗎 這一張身份證的 你們回去自己檢查看看 或是現在有的 你自己拿上來看看 後面右上角的地方 翻過來右上角 那邊有繞碼 也是用繞的 有很小的號碼 你自己摸摸看 那次就是奴隸的編號 這個是 剛剛那一張命令 一發完以後 英國馬上出來抗議 說國籍法裡面規定要自願意願 合法 你這是不合法的 欠然同意 已經恢復為中國國籍 這是英國的抗議書 三次出來抗議 三次出來抗議 在1951年6月20號 那一天有生效的這個 世界濫民日生效 這個關於濫民的公約裡面 也規定 歐洲的人權公約 在1953年9月3號 正式生效 它上面規定的更清楚 禁止任意除去任何人的國籍 而且任何人可以自由的進入其國籍國之中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把我們通通改變為中華民國國籍 是違法的 第二點 說要有領土對不對 國家必須要有領土 這個領土在中國的觀念裡面 就比較含糊一點 他說什麼 他說普天西下通通是皇帝的 對不對 其他的國是諸侯館的地方 這個天下就是全世界都是中國的 所以他們常常在講天下為公 有沒有 世界大同 你要想清楚 你家願意跟人家公嗎 沒有人那麼笨的啦 天下為公 沒有人要跟你為公的你放心 世界誰要跟你相同 全世界都認識喔 千國人是奴隸 千國奴 誰要跟你相同 你是奴隸誰要跟你相同 所以全世界都在怕 怕什麼 說中國咄咄逼人 世界是大家的 這是歐美國家的研究的結果 大家會怕 中國人說普天之下都是墨灰王土 要世界大同 所以全世界都在怕中國 中國人最不能令您理解的 就是這樣 他說長城 有一萬里長對不對 一萬多公里長 蓋了好幾千年 從他的族族宣仙 好幾千年前就開始蓋長城了 蓋完長城以後 他說這裡都是他的土地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家的圍牆在這邊 然後我跟人家講 圍牆外面都是我的土地 那是不是很奇怪 你家的圍牆蓋在這裡 你說這邊是你的土地 這條歌更好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黃金燒在揚 他不是跟你想得很清楚嗎 長城的外面是故鄉 那你是什麼人 你的故鄉如果是在長城外面 那你一定是蒙古人 滿洲人 絕對不會是漢人 漢人是沒有種高粱的 漢人也不會遍地黃金 因為漢人很少養牛馬羊 都是北方的民族 蒙古人才養牛 養羊 養馬 才會遍地黃金 對不對 他一直跟我們講說 我們是龍的傳人對不對 全世界所有的 總統去參觀中國的時候 都帶他去參觀長城 跟他講 我們的長城 從幾千年前就蓋了 蓋得多漂亮 多壯觀 但是長城外面的土地還是我們的 那不是很奇怪嗎 你家的圍牆蓋得再漂亮 外面的土地都不會是你的 別人的土地 這是當初 大清帝國的土地 他侵略中國以後 把中國通通劃入清國 以前清國是在這邊 滿洲人是在這邊 打了中國以後 他土地變這麼大 變這麼大以後 紅色的部分 割給輸二 這邊是跟人家有糾紛的土地 你如果你的領土 你家 一天到晚在跟隔壁 在爭那一堵牆是誰的 那就不成為家了 你家就住不安寧了 整天都在告 你不能說那間廁所 跟我的鄰居共用 一間廁所 我的鄰居占一半 我也占一半 那樣一定會糾紛不斷 所以 中國的土地 跟他的周圍 四周圍的鄰居 土地通通是在 整天在糾紛 還沒有定居 所以 中國 一直堅持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跟加拿大建交的時候 要求加拿大要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這個加拿大是一個非常明理的國家 他就回答中國人民共和國 他說 他回答他有五點道理 這五點 講的中國人 一點話他回都沒有 簡直 無理取鬧 他第一點說 台灣不是我加拿大的 所以 我不能承認他是誰的 如果是加拿大的北方的小島 我就可以承認他是誰的 這一點很簡單吧 如果台灣是我的 我才可以承認他是誰的 台灣跟我又沒有關係 我幹嘛要承認他是誰的 所以 第二點他就講 我更沒有權利承認 沒有任何的國際法理 使加拿大有權利承認 或是有義務承認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要講權利跟義務 承認他 無任何關係的台灣的主權歸屬 你這樣要求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點他說 即使我承認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我到台灣去 還是要到台灣去申請簽證 拿北京的簽證 拿中國的簽證也沒有用 同樣不能到台灣去 一定要到台灣申請簽證 才能進入台灣當局裡面的領土 所以 承認對台灣的實質同效才有用 第四點他說 一條約必須履行的道理 你跟人家定的條約一定要履行 不然要幹嘛要訂條約 對不對 訂契約就是要履行 訂了契約以後 我變成怎樣 我要去把台灣打下來 負責交給你 那多荒謬 第五點他說 以海南島為例 海南島是你 知那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絕對不會一天到晚說 海南島是我中國的領土 實際上 反而台灣不是你的領土 你才一天到晚在講它是你的領土 如果你跟這個領土有糾紛 你也應該去找那個有糾紛的當事國交涉 跟我加拿大又沒有關係 所以講完以後 中國根本無話可應 第三點他說要有效的政府對不對 一個國家要稱為國家 必須要有有效的政府 有效的政府 他政府的廣義的約定就是 要有立法的機構 要有行政機構 要有司法機構 還有軍事機關 這就是行政機關 政府是稅收的主體 可以實現國家的資源 跟福利的合理利用 是要合理 這樣才叫做合法的政府 你一個政府 如果把所有的利益 通通分給大官 分給好好的人 那你就不合法 所以歐美國家 他們政府會編列預算 要照顧那個窮人 失業人 要有失業救濟金 就是這個原因 要公平分配 第四個 要有 與他國交往的能力 外交承認的多寡 是國家是否獨立的重要標準 有時的擁有主權 領土 政治的實體 也不亦負得國際上的承認 常常要用金錢 跟利益做交換 有沒有 流亡政府是不是常常拿錢 給人家花 說我們今年建交了 明年再建交一次 再拿錢來 另外那國就 我們今年跟你建交 明年跟那邊建交 後年再回來跟你建交 我們每年都在拿錢 多棒 這就是他教我們的 這條歌很好聽 叫龍的傳人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這條龍的傳人 鞠龍膠地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花黃皮虎 永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我們很好聽的 就是用我們台灣人唱才會這麼好聽 你如果用北京話唱就不會這麼好聽 他們要怎麼說 因為我們台灣話有八音 滿宗話 為什麼叫五音不全 為什麼叫五音不全 因為他們有一音是半音而已 四音半 所以叫五音不全 如果我們台灣話有八音 那都跟我們說我們是龍的傳人 不久了 從他們的古蹟裡面描出來 都是豬的圖騰 這是在和睦 文化一直描出來 都是這豬 要跟我們說我們是龍的傳人 考古學家從地底下挖出來的都是這個 而且你用最簡單的想法 以前皇帝才可以稱為龍 是不是 他叫真龍 他的孩子才叫龍子龍孫 你說你是龍 你是龍子你是龍孫 說他去砍頭 對不對 哪有可能讓你讓龍子龍孫 流落在民間 不可能 所以你說他是龍的傳人 那是騙你的 歌做得很好聽 對不對 我拿這個證據給你看更明確 這個字 這個字 是豬肉的意思 豬的意思 對不對 這很清楚 如果你的家都是豬 你的家的親人都是豬 那你說你會是誰 你回去查一下字典 什麼叫做家 家 就是親人共同生活的地方 叫做家 你的家裡面通通是豬 你跟我講你是龍的傳人 是不是很諷刺 是不是很諷刺 這是不是家 家裡面是不是都是豬 台灣有很多的眷村對不對 跟我們說他是龍民住的地方 為什麼叫眷村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豬的傳人 豬才叫做豬眷 絕對沒有牛眷 馬眷 人眷沒有 鴨眷 雞眷沒有 就豬才叫做豬眷 所以他們叫做眷村 就是豬眷村 就是豬眷村 懂不懂 台灣曾經有過886個眷村 大概有120萬人左右 這些都住在眷村裡面 眷村就是豬眷 中國人喜歡說謊 從他的歷史他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要寫歷史 寫歷史的目的啊 你要知道呢 不是來騙人的 寫歷史的目的是要見往開來 為什麼要見往 要見察以往 你以前歷史有什麼錯誤 要改進嘛 對不對 才會開創未來 你如果你的歷史通通是學假的 那你會有未來嗎 你的未來絕對開創不出來 所以註定一定要滅亡 你的歷史寫假的就是會滅亡 全世界都知道 滅亡是不誠實的民族 不乾淨 不熟食 他們都教我們了 只要有恒心 鐵杵可以磨成鏽花針 其實這是在騙你們的 鐵杵不可能磨成鏽花針 你磨再久啊 鐵就是鐵 不會變成鋼 鋼才可以磨成鏽花針 這個觀念要有 中國的社會 從古到金 都是這樣 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 那你說好男不當兵 那你打仗會打贏嗎 好男都沒有當兵了 怎麼會打贏仗呢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中國人打仗從來沒有贏過 從古到金 沒有打贏過的仗 你不要以為四七零三 真的寒雷花 打多用就多用 不要被騙 因為資難人他不會煉鋼 中國人他不會煉鋼 所以他的針 都是進口的 古時候 寶刀寶劍也都是進口的 以前寶刀寶劍 只有皇帝大概有幾把 對不對 其他人什麼屠龍刀 以天劍 總共才幾把 怎麼戰爭 人家蒙古人殺來的時候 每一把都是寶刀 每一把都是削鐵奴女 那你說你怎麼會打贏仗 中國人 中國人他們不懂鋼 所以只懂得燒桃 養蟬放充天炮 所以他們燒桃燒得很漂亮 有沒有 他們的瓷器很漂亮 以前外銷到歐洲 瓷器 他們不是拿來當碗盤用 他是放在牆壁上櫥櫃裡面 當寶物 對不對 很漂亮 禪絲 銷到歐洲去銷到阿拉伯去 也是非常好的絲 對不對 中國人呢 中國人反而穿不起 只有皇帝能用 電影上都跟我們講 中國的支那軍隊 多神勇 有沒有 每一個都長這樣 事實上 中國的軍隊是長這樣 每一個 都營養不良 這怎麼可能打勝仗 中日戰爭的時候就是這種 部隊 所以他們跑很快 因為身體輕 跑得很快 是不是 李小龍 他演的電影每一片 都可以打好幾十個 一個人 李小龍一個人可以打好幾十個 事實上 每一個日本的軍人 每一個都可以打贏好幾十個的 中國軍隊 他電影 都騙你 這是日本的軍隊 來台灣挑高砂軍的情況 他們要經過怎樣挑 要挑那個 身強體壯的 要平衡感好的 要沒有近視的 要挑過 像那個好鐵不打釘的 怎麼會打贏仗呢 對不對 好難不打釘的那個 絕對不可能打勝仗 日本人挑這種兵 絕對打勝仗 他那時候在挑台灣人高砂軍的時候 要一千個 四十萬人來報名 因為那時候當兵 待遇很好 一年的薪水 可以足夠吃一四 整個被子 一年的薪水就可以吃一輩子 所以 只收一千個 竟然有四十萬人去報名 第一次招考的時候 比律師還難考 這就是高砂軍 高砂軍 高砂軍有一個特色 他們拿的刀 是我們目前高砂主 都還在用的高砂刀 他是戰死 有沒有看到這把刀 這把刀就是我們現在 高砂主都還用這把刀 因為這把刀很好用 鋼很強 幾乎跟日本武士刀一樣 所以這把刀很好用 這個塞班島 之戰的時候 有近四萬名日本兵 那時候陣亡了三萬九千 只有不到一千個人投降 所以歐洲的將領 他說 要號召那個士兵 從戰鬥到最後一槍一彈 一兵一組 只有日本人真正的做到 當時台灣高砂軍就是日本人 這個國民黨在教我們的時候 都教得很 謊話說太久了 會被戳破 對不對 他說 二次大戰的時候 什麼飛機來炸我們台灣的 教的時候都說我們八年抗戰 抗了八年多偉大 結果這是美國的飛機 美國的飛機來轟炸你的時候 是用B-24跟B-29 台灣人一聽到飛機的聲音 就可以分辨出 這是B-29還是24 一聽到聲音就知道了 還會把我們掃蕭 又跟我們說 這台灣的鐵路是流明船 蓋的 流明船 蓋不到房間 你知道嗎 因為它看不出淡水河 淡水河太寬了 鐵路橋也沒辦法過 所以蓋好 日本人來的時候還要幾條鐵 丟電器 一次我的朋友的朋友 他說 不相信這鐵路是日本人去的 他去問鐵路叫完工 鐵路到底是誰去的 那個鐵路完工 他硬說 你去查看看 我們的鐵路是向靠左邊行 要靠右行的 這樣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也可以去查一下 我們的鐵路是靠左邊行 還是靠右邊行 他也跟我們騙說 哦 這紅葉掃蕭隊有沒有 以前我做小孩的人 的時候 紅葉掃蕭隊 滑風的 半面子都OK 看紅葉掃蕭隊在比賽 說他們滑可憐的 要用手機 下做蕭球蕭 要用練啊 在練習 其實 日本時代的時候 我們臺灣就有卡納棒球隊 每一個高中都有 一陣子我們有參加夾子園棒球隊比賽 夾子園的日本的棒球 所有高中的夾子園比賽 一陣子我們就有卡納了 每一堆都穿這麼漂亮哦 那我才紅葉掃蕭隊那裡擦 這蕭球的電影最近也在做嘛 這個 跟我們騙說 橫貫公路是農民蓋的 橫貫公路 蓋的時候說他們傷亡多慘重 結果啊 這是日本時代 我們臺灣的 女中 去那邊鐵頭俠的上 這橫貫公路的坑 這這條歪子還在的 結果 劉王政府來 只蓋牌樓 這樣說橫貫公路是可以蓋的 歪子還在的 哇 房間還在這裡有 蓋這個牌樓 說這個橫貫公路是他們蓋的 這樣看有偉大 傷亡慘重 這是日本時代博的商品 他們蓋這個牌樓 要說傷亡慘重 放湯就好 蓋這個牌樓傷亡慘重 也騙我們說 這米粉 中美合作 對不對 我們以前沒有飯堂吃的時候 美國載米粉來援助我們的時候 這美元對不對 特別要求美國 米粉底下上要印中美合作 這額我們臺灣人發揮剋難的精神 米粉底下都把它做做來額 穿這個來額 這額 滑公園你知道嗎 最公園的就是在這裡 品質優良 淨重22公斤 我這裡22公斤看滑公園就好 所以穿這個來額是很公園的你知道嗎 這個 碧潭大橋 碧潭吊橋你知道嗎 碧潭吊橋 他這什麼民國25年8月竣工 你們再想想一下 民國25年 流亡政府還在這裡 民國25年 流亡政府還在走路 在中國在走路 他有辦法讓台湾去調橋 而且還提早一年完工 因為正港是在交河12年蓋好 交河12年 換算成是民國25年 民國26年 交河是民國26年 他竟然離這5年就蓋好了 這你們去觀光的時候 這塊還在的 這塊還在碧潭吊橋的橋頭 你仔細去看的時候還找得到 前幾天我去還造了一張相回來 這樣有厲害嗎 還可以提早一年完工 這條歌 我們也很熟 也很好聽 十八姑娘一禮花 一禮花 其實這條歌不是叫做十八姑娘 這條歌是歡笑姑娘 這鄧宇賢做的歌 這中文 漢文 漢尼 我要正面訣 倒面訣都可以 歡笑姑娘 這條歌 要把我們改造十八姑娘 以前我們唱幾六十年 也不知道這條是歡笑姑娘 歡 是沒有醜化 你知道嗎 很多人 叫全世界所有的外國人都叫做歡 知道嗎 比他們更先進的都叫做歡 這就是歡 還要說紅毛歡 有沒有 黑歡 歡 歡沒有貶低的意思 他就是在稱讚你 他說我們台灣 有色歡 還有青歡 對不對 歡還有分色的跟青 對不對 所以歡 沒有賠儀 比中國比較先進的都叫做歡 這就是真正是歡天 老歡天 有沒有 這就是錢 他們要賠儀 他們賠儀 出國去做賠儀 的時候 很煩 怎麼煩 他們要自己賠儀 你知道嗎 要自己賠儀 才可以賠儀 賠儀 才有錢 怎麼賠儀 去外國做賠儀 這樣 一個賠儀 賠儀 他跟我們騙說 這樣來台灣 這電影說 這樣做 說這長山過台灣 他們連賠儀儀 錢都沒有辦法這樣過台灣 他也跟我們教說 中國人最優好 二十四笑 喔 這些笑 你聽我一直笑 笑到天亮 中國人看多可憐 要埋葬自己的父親 要把自己賠儀 這樣就好笑 你整個自己賠儀 一間餐餐去台就好了 那就賠儀 是不是很好笑 就要去做人的 嫂子 這正常 菲律賓女傭 也很多都來 我們台灣做女傭 對不對 嫁錢回去 親老母 這哪有什麼好處 優好 魯菇不帶 這很正常 你嫁 十人嫁得多 就本人 剛出生的女傭 吃不夠的 你這真正常 對不對 這樣就是有笑 這樣就是笑 還有什麼 勇權要離 單親順母 過如 如如鳳親 這都很簡單的事情 這樣就是二十四笑 會讓你笑不停 我跟你說 人家現在又進步了 現在強調三十六笑 讓你笑得更厲害一點 這個 中國人最厲害 說他們的孫子 最后建政 對不對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有三十六季 每一季 都是騙人的 用騙的 打仗就打仗 那騙什麼騙 空城季 苦肉季 連環季 最後一季還走為上策 這樣就是三十六季 這說我們很會見證 其他人做路勒 是從古早就做了 你知道嗎 他們以前叫做狄 對不對 其他人就是狄 狄要出國去做路勒的時候 要靠仲戒 仲戒的名字就是 這個狄館 跟現在的仲戒一樣 現在的仲戒 有仲戒印尼勞工 來台灣那個就是仲戒 仲戒他要抽 仲戒人 抽三塊四塊 安家費八塊而已 預付零用金兩塊 自己賣掉才吃而已 我怎麼可能 要去做鼓勵 你當時 你當時坐在前面 要肩併肩 這樣愉快 這樣愉快 晚上在睡 要太躺 你看看 睡到多少 要在海上 漂流兩個月 才有辦法到美國 到美國 到美國的時候 去做鼓勵 還死 六個 在當年 有四台前 載2523個 他們說華公 其實是六雷 去美國 途中 死亡1620個 這個時候 你如果是一個死 就塞到海底了 死亡率高達64% 所以他們經常說 六死三樓一塊頭 這不是說 偷渡來台灣的事情 這是說 他們去美國 去南美洲做路的描寫 這是華公使 華公使 他們這裡寫得很清楚 六四三樓一塊頭 就是 在那裡 幻文的時候 的故事 這些都浮廣 地方 光緒32年 他用幼拐 幼拐五百幾個 去莫西哥開礦 每天都要做12點間 皇戶廠廠廠很差 所以那時候 整個國家就是四三百塊 漂流過海底 所以 三四六樓一塊頭 他這裡還比較簡單 三四 其實是六四三樓一塊頭 所以他們這個 浮廣一帶都這樣流傳 這就是這個名謠 你這裡 華公 奴公 要買的時候 人家還要幫你秤金秤牛 看一看你的骨骼有養種嗎 你的肉有結識嗎 跟黑人的比 你買一個奴公太爛的 他是不好 只要吃飯也不好 所以 黑人比較有養 我怎麼說 黑人比較用 比較有做工 所以 一個黑人 可以買一千塊 一個老爺 當山人 當山公 才可以買四百而已 買兩個當山公 還有可以找兩百 我怎麼可能 所以 今天人家庭 他們今天做幾千年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紀明 前一句就先問你 吃飽的 因為 豬最重要的 就是吃 豬 肉粥偏金就在找吃的 吃飽 我們睡 做豬好命 對不對 他們 只求一口飯吃就好 有 你們現在問很多朋友 叫他們來民間府上課 不可以 我 不然要變政治了 政治的不要找我 我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對不對 很多人都這樣說 很好 若有 想到只有一口飯吃的 都來我們家 我們家欠很多工 只要吃一口飯 我們家欠很多工 我們家有很多口飯吃 所以他們都來 如果 人家做生理 生理人 他吃飽 他都給你畫阿妹 你如果問他說你吃飽 他說阿妹 怎麼說 做生理的人 你如果畫吃飽 沒生理可以做 吃飽就說什麼 如果有生理可以做 就要畫阿妹 阿妹吃 吃飽 吃飽的中間 順便說生理 這樣才很有生理 所以生理人家說 吃飽 化阿妹 就是台語這樣說 好嗎 這是錢 錢 錢 吃很多豬 全世界有一半的豬 都是中國人在吃 豬吃豬 真正想 所以他們很愛他們的豬 這個農民 將他的豬 恰龍恰風 很愛他們的豬 不過這些豬不會變成糧 一樣是豬 車子更漂亮 就豬 有一天也是要抬掉 今天人 最豬吃 有不要吃到長水 沒有不要吃到穿腿 有腳要吃到樓腿 沒有腳要吃到肚腿 所以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李德錫 他在說相生很好聽 在香港 有一次在說相生 他的題目 補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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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菜 補完之後 所有外面的人都說 這是滿漢全席 滿漢全席 不可能 慈禧太后 不可能 慈禧太后 是這個人創造出來 創造滿漢全席 他們就跟我們說 現在 滿漢全席 這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這個李連英 他說當今聖母 就是在說慈禧太后 都叫什麼 叫祖母 對不對 叫慈禧太后 聖母 聖母就是祖母 所以祖母很聰明 祖母 把他的道具都刷在台灣 從台灣的媽祖 都把他移進去 所以 台湾 這個媽祖經 就都變成這樣 媽祖經 所穿的都清朝的衣服 都清國的衣服 清國的衣服 他跟你說 這是明朝的媽祖 宋朝的媽祖 再給你們看政局 這到底是媽祖還是祖母 這是祖母還是媽祖 他有清楚嗎 祖母跟媽祖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祖母跟媽祖 完全不一樣 那是祖母 就要叫你們這樣 要軟腳腳 慈禧太后要軟腳腳 要屈服他的威力之下 對吧 這是不是祖母 所以你們在拜神的時候 要更清楚 他要更清楚 要分好明 敏得清 人家跟你說 他是媽祖 你就揚香帝拜 其實 我們人 很厲害 我們厲害 留在哪裡 阿祖阿 把牛 媽 訓養起來 牛就會給你離田 媽會給你載 給你拖牛車 拖鞋車 養豬 養牛 養羊 來讓你食用 不過 這以前都是野生的 要把它馴化 對不對 雞鴨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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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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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以后就有吃的 狗马上就很快就训练好了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植物也同样 植物本来也是野生的 我们要把它训练 那是这样的 这些龙子龙孙 套的章 跟你同样 红地儿的章 红地儿的章 特地不是套你同样的章 你套的章 对 这些什么 这四为八德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对不对 不过奉地哪有可能套你同样的 奉地他要套什么 他套牧民 怎么样 奴隶人民 这就是奉地 应该套的 这些 福建 广东客家人 还有其他很多的民众 这些都是白岳民族 你们能够说 说荷楼的就是汉人 说荷楼的不代表你就是汉人 这些都是白岳族 白岳族去让汉人搬起来 你知道吗 汉人把白岳族灭国 然后汉人又被满洲人给灭国 所以南方被汉民化了 整个汉民化了以后 又被满洲人给汉奴化了 所以外国都叫他们 其他人叫做什么 强国努 强国努 有没有 就是千国努的意思 他们常常说 你鼠典旺主 下面有这个鼠典旺主 真正的鼠典旺主就是这个 口共生生说你是汉家人 对不对 一个甘不说都是龙的传人 好伟大 事实行行都是在汉人的样子 为什么 以前你还绑辫子 还穿旗袍 还绑小脚 旗袍 现在说叫你女孩子穿 旗袍穿起来很漂亮 旗袍就是旗人 穿的什么就是旗袍 对不对 开口闭口 都说唐诗三百首 你说你汉人 满嘴胡言又旗语 下面有这个胡言 就是胡人的语言 旗语下面有旗语 满洲话 所以 我们不要当这个 这只牛 这是蜜儿 蜜儿克西克 他是美国的母牛 他从小就以为自己是狗 拒绝吃草 他已经八岁了 在美国 他虽然外观上看起来完全正常 但他认为自己是一条狗 他的所有好朋友都是狗 他拒绝 跟其他母牛一样吃草 他希望和他的狗朋友一样 饲料 被放在碗里面 台湾人去到地尺大 不可以变成地 去到地尺大 不可以变成地 这些人 最爱教他们的认识 怎样 你是想狗的 还是想厨的 想好的 还是想土的 最好的你们是都想当的 想狗的 怎样 因为你们都是欠手 欠手 没担心 我们是怎样就要做欠手呢 我们不知道外国人 我们水瓶座 巨蟹座 可不好 做天上的星星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当群兽呢 所以 被猪教大了不要变成猪 人家知道那些母牛 变成狗 母牛永远不会叫狗的声音 养在大都不会变成狗 常常都要跟我们说 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 只能这样说 台数是我们台数人的台数 中油是我们中油人的中油 你没有半张中油 你没有半张中油的股票 你说你中油是你的中油 你没有半张台数的股票 你说你是台数人的台数 你在台数打工 就可以说你是台数人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说台数是你的 你爱台数没有错 你不能说台数是你的 美国人 美国人他绝对不会说美国是我们美国人的美国 对不对 这根本不必强调 美国人不可能是中国的美国 对不对 所以当他在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时候 人家骗掉 那是感情 我很爱台湾 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 我很爱中油 中油是我中油人的中油 我打工很认真 我加油很打拼 中油不会变成你的 台数也不会因为你多赚了钱以后就变成你的 你要买台数的股票 把所有台数的股票 通通买超过51%以后 台数才会变成你的 所以他们最爱给我们骗的 穿这衣服也说他是台湾人对不对 他说你白的是台湾人 这样会变成台湾人吗 这样不会变成台湾人 有台湾人的身份证 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 台湾人哦 如果要跟他租粉 永远不会出息 永远没有出息 这个又比较大 这个是林祖马也是台湾人 也是同样不变成台湾人 他们都听着说台湾人真的爱台湾 对不对 乱乱说 美国人也很爱台湾 对不对 很多人也很爱台湾 林日本人也很爱台湾 中国人也很爱台湾 全世界所有人都很爱台湾 没有那只在台湾人也爱台湾 乱乱说 林志玲大家都爱 对不对 那没有代表什么 全世界都也爱台湾 尤其是习近平 习近平他爱到要去日本天皇 乱乱台湾有没有 什么人很爱 这没有什么意义 爱是掘在家 结婚证书拿到才有算 知道吗 你们男朋友 你们女朋友说你很爱你 那不算 结婚证书那才算 去结婚了那才叫做爱 爱来爱去都没有用 我们常常在说钱 纪纳 纪纳是什么所在 纪纳人就是中国人 这孙文他就主导他就说 纪纳革命有吗 他们纪纳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纪纳人 他说这段配合 叫日本政界的朋友 说拜托他支持他 支持纪纳革命 所以 孙文他也知道他是纪纳人 所以我们在说纪纳的时候 没有在跟他妈的意思 也没有在扁地人的意思 古早时代 佛教 佛教是什么 称印度 叫做中国 所以佛教 因为有一个本位主义就是 他们这些是中国 佛教的都这样 信佛教的都差不多是 说他那个地方才是中原 所以他们称中国给这纪纳 是怎样有这纪纳 纪纳就是 会收火的所在给这纪纳 纪纳就是Cenamica Cenamica就是纪纳 就是火的意思 陶纳 陶纳就是Cenamica 纳纳 在分都有一点 分外纳 内纳 南纳 还有密纳 而且还有法蜀印度纳 还有交扯纳 这些 都会收火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这个印度纳 印度纳 那时候包括这三个国家 湾南 辽国 柬埔寨 这里有这个法蜀印度纳 就是那时候天津调月纯 这里有这个外纳 就是万少人住的地方 内纳 南纳 印度纳 化蜀的 还有交扯纳 这些都会收火的地方 这支纳 所以支纳不是你买的人 支纳是说你很厉害收火的地方 这支纳 这有法蜀 支纳的硬币 你怎么有发硬币 这支纳人也在骗你 你说 你只要买我这一只马回去 你就马上有钱 如果没有钱 回来找我 你回去找他的时候说 我给你买了一年了 为什么都还没有钱 他跟你说 这个难道不是钱吗 所以很多人骗 那是几六千年以前就开始骗了 这就是台湾修日本 是大清在一通纸里面就写 所以台湾是谁的土地 物有的领土来说是日本的土地 这是在台清一通纸上下的 台湾修够逢富之地 无通中国 名叫做东方赏日本 这是他们的一通纸里面下的 在这个环渠口里面 他就知道说在荷兰人目级的时候 在台湾的门客就是一千个人 有三千两百的 带清宗到三万七千的来 八四六千 带清宗买的时候 四万两千的人 牵回中国 所以 你说 双三公不可能在台湾 在清圣主十路里面 他也有什么 门客被赶回之那 故大清国的台湾户口所寄的 不管是美银或是藩 我们全部都是藩 我们都藩 不要被他们搞错了 带清宗 是郑之龙的子 郑之龙是海岛 对吧 海岛 到底不是属中国的 到底没有一个海岛 那个国家会承认他是我们岛的人 海岛就是没有人要去 我如果承认海岛是我们的国家 我就要承认 要承认把这个海岛抓起来 知道吗 所以海岛没有国籍 海岛没有国籍 他带日本人 带日本女儿 生了带清宗 又生带清宗的石油地 所以带清宗是日本人 他在日本出世的 日本老母 不管是属人还是属地主义的 这国籍 上头都规定得很清楚 带清宗就是日本人 下面有这个属人主义 属人主义就是 中国人跟中国人生的子 这会变成中国人 美国人跟美国人 如果在中国生的子 不会变成中国人 但是如果是中国人跟中国人 在美国生的子 会变成美国人 不管全世界 不管是哪一国人 如果在美国生子 都变成美国人 但是不管是哪一国人 如果是在中国生 不会变成中国人 这就是属人主义 跟属地主义 不一样的地方 法律规定不一样 属人主义 电宣公也是日本人 属地主义 电宣公也是日本人 所以电宣公是日本人 是属地主义 现在在日本 还有电宣公的纪念館 还有廟 他的兄弟在田川七佐未明 他的本名在田川福松 到后来 因为 在台湾游公 称国政府 向一个国生 向这个政府 向这个国生业 在台湾通知里面 有些 在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 我们平保环 称国都给我们苏醒 苏醒又是改名 后 佣正八年的时候 有六十几万人 改世 国家 前隆四八年的时候 那时候 改九十几万人 所以 血统大乱 世姓 给台湾游公 港祖公 因为姓在港祖公 港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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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孤 不要就是不要在这里 港祖公 有种族优越感 他不需要跟港祖公 他说你翻 我跟你港祖公 都跟你港幻翻 所以 紧急叫停 所以其他人 他很不爱台湾 他说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人 男无情女无义 台湾的所在鸟不鱼 花不香 所以从台湾 应急帮日本天皇 在下关雕妖的时候 像这个台湾 帮日本天皇 隔着日本天皇的时候 将几个台湾 总帮日本天皇 那时候是很不要脸的 你知道吗 那就像你 你没家 你这家家 没给人 和隔壁的颤子 顺便的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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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 你还敢不得到 那真的是不要脸 你知道吗 不是你的土地 不能把他买去 不知道 那时候日本天皇 来台湾的时候 根据下关雕妖 来关台湾的时候 来接收台湾的时候 那些双帝 都不听命令 不知道有赛德克巴雷 不听命令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在山地说 这我们传统领域 这我们的地方 怎么会让你挂天皇 所以他们在反抗 所以日本天皇要花十年的时间 把山地人征服 征服了 变作日本天皇的皇民 臣民 变作日本天皇的宝贝 所以很多人说他们造情有义的 对不对 现在人很讲情讲义讲关系 他们没有爱 他们只要有情有义就好了 不要有爱 他们也不会爱 为什么 因为他们爱都没有心 他们现在要造国家也比较简单 只要有一个王就可以做国家 不需要杀人灭口 以前要杀人灭口 每到一个城池就把城池的人杀光 变成我的城 现在不用 现在我只要在城里面 有一个王就可以当国家 我们从日本接收自台湾来的时候 那时候汉化的原住民 有254万人 那时候还不久的时候 光绪19年那时候250万人 在1896年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下官条 签完一年了 有257万人 有257万人 圣众3万人 这就是下官条约签的地方 就是封环楼 封环楼就是在下官 下官这个城市 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条约签的 签的所在就成为你这个条约的名称 下官签的叫下官条约 背变作马官条约 尼布楚条约在尼布楚天签的 蒙特维多公约在蒙特维多签的 这封环楼已经讲作纪念馆了 因为在这里签的下官条约 他们应该叫做日清讲和条约 在1896年的时候 家庭当下官条约签完 经历人都要驱逐出境 既然要驱逐出境 为什么 因为你不做我日本的臣民的 所以要驱逐出境 尤其是知那人 知那人不喜欢当日本人 所以日本要把他驱逐出境 有计划 第一条 他说在五个岁部的阵前 你如果没有退出去台湾 伊玛关条约视为台湾居民 那时候还说台湾居民 不是日本的臣民 台湾居民要经过两年 才能变居民臣民 要让你自愿意愿合法 所以第五条那几张 你如果不完成日本的臣民 即日起你可以搬出台湾 你如果要住在台湾 那你就要自愿意愿合法 变更你的国籍 这就是风环楼 已经变成纪念馆 日清讲和条约 中文字 最痛苦的就是很坏够 书写没有固定的模式 也没有字母 中文字 字跟音是分离的 它是靠记忆来连结字的发音 所以同音字数量庞大 难以辨别 造成需要组织的知识 没有办法建立在中文上面 中文的改革是必难的 鲁迅说 不会中文的方块字 不能救中国 因为中国人被困在方块字里面 汉字最大的问题就是学习不易 很难学 从小就一直被生字单字造词 这种长时间高代表的学习 一般人根本付不起 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 文盲还有八成 所以中国人设计很少 很散 他最大的问题出在这里 他的文理有毒 汉文字它是有读的文字 你不要以为读不死人 会读得死人 汉文字最大的问题 看不起女性 他认为女人都有毒 为什么 每一个跟女的在一起的 都是烂字 都是不好的 尤其越多女人越惨 三个女人在一起叫奸 女人如果仓了就惨了 女人就是婚了才会结婚 你看没有一个女字是好的 唯一一个比较好的 就跟这个孩子在一起才会好 跟男孩子在一起有个不好 所以这个好也不好 尤其女孩子要越少才会越妙 哪有那种事情 如果我们要从哪里来 我们怕时候要叫几个女生 会挣挣挣去 对不对 所以中国文化很惨很差 文字应该是要中性才对 不可以偏向哪一边 连说话都是 说话要中性 他经常都教你女孩子 要嫁鸡 谁鸡 嫁狗 谁狗 看你们六个年 只能嫁鸡跟狗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都是禽兽 所以你们只能嫁鸡跟狗 嫁猪还不行 六个年 所以他们叫女人叫什么 嫁鸡 嫁鸡 老伴 老婆 都是老 那是你的丈夫呢 你的丈夫中文字里面 讲得很清词 一丈之内才是你的丈夫 超过一丈以后 那个就不是你的丈夫 所以要管紧一点 他常常叫你们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把你关在家里就好 最安全 有没有 那个安怎么写 安就是女孩子在家里 就是安全的 出门就不安全了 叫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所以中国字是不是很奇妙 看了他的字 就会了解他的文化 这些这十几个字 每一个字同音的都有一百多个 你只要认识这会读这十一个字 你就会读一千一百多个字 不简单吗 你如果跟人家讲你的名字叫李毅 他会问你到底是哪一个义 对不对 有一百多个义 你说你如果你是王西 王玉 人家会问你到底是哪一个玉 哪一个西 因为有一百多个都是同音 我们台湾就是这点好处 我们台湾用这八音就可以带了 这八中动物代表我们台湾的八音 我们台湾的每一音都可以用这八音带来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八音 我们台湾的好听就是在这里 阿香跟阿香去香港 阿香买的香很香 很香也可以 阿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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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都可以 对吧 这都不一样 那你如果是用门酒话说呢 用普通话呢 你就不知道在念什么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买的香很香 你想什么 香不知道香到怎样来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好听不是这而已 我们台湾连歌也好听 这布农族的祈祷小米风收歌 这个日本的学者 狗狗去联合国 狗狗去联合国 音乐家 狗一条 他说哪有可怜 因为因西方世界的欧美 是由单音演变为双音 再来才发展至合音 怎么你们布农族的 有法度一次唱八部合音 他们感觉很神奇 所以重写这个音乐史的历史 这个布农族八部合音 你们如果google google一下八部合音 就都有了 很感动人心 我们台湾其实有二十八族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二十八族都有名 不过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里面 他只有十四众而已 最大那一族他还没生 最大那一族有这不满族 不满族他那一族都不敢生 我们这二十八族 这些族 这些族名不是我冲作出来的 这个都可以查得到 是好像有的族 现在已经没有人了 有的族已经并入其他的族 像这达悟族已经并入亚美族 斯卡罗并入变恩族 这猴猴族 像两三百人的那样 这摩扇的摩扇的摩扇的 这可能找不到 这就是我们当初 我们古杀军 我们日本人来蒸冰的时候 这古杀军我大家都在用 配备看 这台湾的廟有没有 这在那妙庭这样训练有没有 这不是在日本哦 这是在台湾 这台湾的廟有没有 站好看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践行 是怎么叫做践行 因为我们台湾军 战争案也输过 我们台湾军 在配刀 配那支刀 翻刀 那支作用 我们台湾军 公众打赢美国打赢6次 6次打赢美国 你们可能不知道 不过我比较多介绍一下 你们就知道 我们是怎样用 我们台湾军打赢美国 第一次 在蓝甲之盟 蓝甲之盟就是在 罗梅号触礁 你们只要上网查一下 罗梅号或是蓝甲之盟 就可以查到这个事件 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蓝甲之盟的时候 因为罗梅号触礁 他们的人叫排湾族的人 台湾 台湾后 美国派两者的军军 载181的海军六战队 去排湾族向排湾族宣战 结果 他那个副舰长 剑戏 剑戏后他们这撤军 所以 你把舰剑战 撤军 表示你战败 战败后要怎么 要签和平条约 对不对 像签下官条约 战败了要签条约 但是排湾族不是国家 不可以签条约 所以才签了蓝甲之盟 现在这个蓝甲之盟 还在美国国会还有存档 还展示在美国国会的图书馆里面 所以你们只要打一下蓝甲之盟 就知道了 而且蓝笔灯塔 蓝笔灯塔就是因为蓝甲之盟 上面有规定蓝甲之盟签和约怎么签 他说你们外国人如果在触礁 在搁浅在我的外海 你要举红旗 我们才不会给你抬 他的规定是这样 而且我们还会救助你 他还规定 你要卖一块土地给美国人 盖蓝笔灯塔 所以蓝笔灯塔是美国人去的 美国人唯托英国的设计师去设计器 所以蓝笔灯塔 这个看起来就知道英国人去的形 不是中国人去的那种 是什么叫做蓝笔灯塔你知道吗 因为蓝笔灯塔 这个名字不是因为 像蓝笔一样 蓝笔是因为 屏东恒春外海有一块石头 长得很像枫环 我是认为看起来比较像尼克森的头 那个蜂蓝石 在排湾族的语言里面 原住民的语言来对叫做蓝笔灯 蓝笔灯就是蓝 蓝笔灯的名字就是蓝笔灯 所以那些名字就是蓝笔 因为比较突出的地方叫蓝笔 不是因为他长得像蓝笔 不要搞错 这个蓝笔之盟 你们有兴趣可以再查一下 蓝笔之盟之后又发生那个 叫做八窑湾事件 也就是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就是日本人 港宽 你要搁钱 搁钱后 他没有举红旗 因为蓝笔之盟 规定里面搁钱的钱要举红旗 结果他们没有举红旗 又被台湾族的人杀了 杀了一些以后 就发生那个牡丹社事件 这个都有相关性 第二次我们台湾高砂军 打胜美国 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高砂军 用神风特攻队 神风特攻队就是在台湾 他隐藏在台湾 去齐袭他的珍珠港 把他珍珠港打得东岛西歪 所以我们高砂军很用 顺率同一天而已 去打克拉克的空军基地 像麦克阿瑟的空军基地 见面 见面之后 麦克阿瑟问他的步伐 说 这的火两支到哪里 这就是蓝贼之盟 排湾族 跟海军陆弹所在战争的堂 他们就抬起来 这是美国人抬 这是排湾族 排湾族 他们的特色就是 每个人都带一把刀 这把刀 是在他们出世的时候 他的父亲 老伯 就他准备一支 所以都对他们高所主义来说 很重要 他们帝的这帽子 是雄鸣的羽毛 穿的衣是云豹的皮 这个法事 是出草的时候 这个人会逃云 所以 他们这个发文 这个发文 这个太阳文 太阳文 古早 这个古时候 古时候叫做太阳帝国 台湾有一个太阳帝国 也有太古文 这就是鵝鸢皮灯塔 这起起来是不是 英国人的风格 对不对 英国人设计 就是设计这样 那时候还有战壕 战壕不是要防止 排湾族 你知道吗 因为排湾族 跟他们订有 南甲之谋 这是要防止 清国人 因为清国 要不然他不怕荷叶 这就是神风科特工队 去轰炸珍珠港的情况 打到当都塞外 这珍珠港 我怎么有一个 一件事就是 那时候日本 因为我们在作战都有密码 美国 有一个科学家 研究出来日本的密码 他解开密码以后 他已经知道 日本要齐袭珍珠港 可是美国政府故意忽裂 为什么要故意忽裂 因为这样才有 借口攻打日本 因为那时候日本 打中国的时候 也要借口 但是他的借口是和平的 是要解救千国奴 因为千国很多奴隶 日本人要解救奴隶 我这程大教授杜正宇 他发表的 二战空袭石墨报告指出 外界误以为神封特工队在日本 其实神封特工队不是在日本 是在郭雄 这个神封特工队的队员 有这个刘志宏 他的日本名字有这个全川正宏 这也是在台湾训练的 破解密码 佛德里曼 他的战后 他神经崩溃 为什么 他一直解不开 为什么美国 不愿意相信他破解的密码 他为这件事一直在困扰 为什么美国政府 不相信他破解的密码 所以珍珠港被炸烂了 克拉克空军基地被炸了 被高砂军炸了七八难 所以啊 麦克拉莎将军 帝堂就变起来 叫他爬布哈 一个变起来 说这些飞机 到底他就来 他的帝哈 颜规 撒起来一个围 只有高雄 可以打到我们 其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打到我们 这第四次韩战的时候 韩战的时候 美国也怕输台湾军 我们台湾军敢不参战 其实我们台湾军是不参战的 不过啊 那时候 中共 表示韩战爆发的时候 不能再打了 因为 已经打这么多年了 国贫民穷了 无法再打了 但是毛泽东 找周恩来来 他问周恩来说 投降我们共产党的 这些国民党军队 轮数多达百万人 这一百万人啊 如果造反要怎么办 刚刚好 朝鲜战争 韩战爆发 送到那边去打韩战 就是当炮灰了 所以毛泽东用人海战术 打了美国哀哀叫 美国光是在杀人而已 机关枪就一直扫一直扫 结果美国人认为这样子不光彩 因为打没有手无寸铁的人 对美国人来讲 面子没有面子 美国人他如果要太扫 他也要找一个同样的对手 太烂的他不跟你扫 他如果准备跟你扫 他也要等一支穿给你 这就是美国人 他如果要决斗 他不会说只有我有穿 你没有穿 这样决斗 他再等一支给你 这样来决斗 所以这是美国人的構成 他们要求公平 前后 这些人存2万几个 100万台国存2万几个 这些人 美国人给他们算 你们是要回到台湾还是要回到中国 三分之一的人都要来台湾 来台湾有时候变农民啊 回到中国变什么 老改型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选来台湾 来还有钱 都有时候抓租赦 第五次见美国就是业战 业战跟台湾还有关系 胡志明是我们台湾人 这你们可能上网查一下 胡志明 胡志明这个人是越南的国富 他说一句话很出名 他说 与其吃中国人的大便不如法国人的屁 当然要吃大便不如我们屁就好了 这是正常的 所以 越南很用 但是唯一打败法国跟国民党 又打败美国 所以这个胡志明我们很用 胡志明 其实他的名字是胡吉章 胡吉章是我们苗栗 新的那些是苗栗 有的名字是胡志明 柯枝 包括她的名字 这些鸡 这个鸡的特征 这是胡志明的鸡 他们怎么 那时候胡志明是去日本 派去外南做翻译 做翻译 他是身体出身的福吉将军 他加入共産党 加入共産党以后 他为台湾诸事会设工作去做翻译 问题就是 出的日新和乱爱国务 很同样 这个乱爱国那时候双黄和训练的时候 就是要让他做外南的书记 结果训练跟要刷 乱爱国打背死去 死他了 他先去切福吉将来代替他 他也是共産党 代替他后 因为福吉将比他年轻十一回 所以更好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胡志明 第一次最精彩的 第二次就是法理前 法理前这次就是我们秘书长打赢美国 我们秘书长打赢美国的法庭 拜托委托律师 赢美国的时候 就是由此开始 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叫台湾民政会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赢美国 这个法理前我们国家的暗号 在这两千空两年十月二十 赢美国 经过十礼拜的攻击 美国国电话院他有赢五点赢外 第一点他赢了 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的协助我们这些研究 达成这些要求 什么要求 第一点要恢复国籍 我们不能做没有国籍的 我们台湾人拜要恢复国籍 第二点要承认自己的政府 要成立自己的政府 就是我们现在成立的民政府 第三点要脱离这个政治炼狱 什么是政治炼狱 台湾人在参加中国的总统 这就是政治炼狱 选一次 越选越有钱 越选越多 选一门很爱选的 为什么 因为每选一次都很多钱 你们还会把他盗取小猪 我小猪志工抬到手上 对吧 所以他很爱选去 其实他民进党的力量 只要抵制国民党的先机 国民党节算起来不到40% 这个选举根本就没效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参加他的选举以后 他就有合法性 因为有六七十%的人 有来选举啊 表示你这些同意我统治啊 如果只有国民党算了 只有40% 没算 对不对 很简单的就是你嘛 如果民进党当然有开车了 不过他有钱人带他当然没了 我们都了解 这日本人 他们是没在说不错的 日本的民族性是没在说不错的 没错的钱人 不错的钱人 不错的钱人 这人哦 撤谎机对他没有用哦 你知道吗 在台湾 撤谎机 撤支那人没有用哦 这人就是说撤谎机万用哦 撤谎机对支那人没有用 所以他们讲话已经是 讲谎话已经很正常了 所以没有反应 在日本的战争室里面 他们从来不会杀一般的人民 战争 武士在战争 跟人民是没有关系的 统治者在战争 那如果是中国呢 中国不是哦 中国如果是一个战争 先屠城 跟这个想人想台湾 想才会变我 因为你不服从命令嘛 我就移民来 杀到只剩下妇孺 老弱妇孺 其他一些能动的 全杀光了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了 其他的历史 每一次战争 就像屠城 建完屠城 这个历史 Google一下都找得到 很简单 你只要Google 打厦门之图 海宁之图 无锡之图 长熟之图 每一个之图 只要Google一下 通通有 这个历史上写得很清楚 所以 中国人的思想里面 是怎么 你们是想厨 想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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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是欠想而已 他在带你们正常 像在带笛同样 带鸡 带鸭同样 没什么了不起 人 你们 无计划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们能够说战争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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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某时某日之前投降 不然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打你 这就是宣战 你不能说不叫他投降 你就打他 要不宣而战 不宣而战就是恐怖组织 你战争以后目的就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占领他 你把战争之后你就是要折下去 这不定好处就对 就是有钱了 开始赚钱了 赚什么钱 你要赎回去 我帮你占领了以后 你要拿钱来把我赎回去 我才要还你 这就是占领不移转主权的原因 为什么 不然我直接移转主权 变成我的不更好 因为国际法里面规定 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 我可以卖给你了 就等于是叫你拿钱来赎 我不可以占领变成我的 只可以叫你拿钱来赎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我占领了你以后 你的政府就流亡出去了 对不对 像伦敦 那时候法国政府不是被德国打打败了吗 法国流亡政府 他就在哪里 在伦敦 比利时政府也是 比利时政府被德国打败了以后 他也是流亡到伦敦 有没有他的政府名字叫什么 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 韩国也曾经流亡过 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 德兰沙拉 那个叫不是印度 德兰沙拉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屠博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 可不是流亡在印度 他一直教我们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对不对 那是错的 屠博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 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流亡政府只可以流亡在城市 你不可以流亡在国家 你如果可以流亡在国家那太棒了 我赶快流亡到美国 就地合法 美国不是在变我了 对不对 哪有可怜 所以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如果可以就地合法 我干脆流亡到德国 德国就变成我的 哪有得利 所以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占领不可以移转人家的主权 这就像你们家被人沾起 去浪漫跟你沾起 家庭书没打也没变他的 你去到美国 你都走去到美国 那家庭书没变成那个流亡的 对吧 很简单的就是你 所以 你虽然建树 这些人去参前去到美国打牌 去到日本打牌 你做战俘 被俘虏了 你一样有人权 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帝的眼中 人是非常重要的 观在监狱里面的人也是有人权的 你不能随便杀他 这就是人权 你也不能用他用刑 你不能用施刑 这就是人权 战争法 这本切是没的 你不能说来这里上课完 我要去图书馆 要去哪一间切教 来买这本战争法 战争法 是由这五种法律综合出来的 第一个法律就是海牙第四公约 这都是在说明战争的事情 第二个是日内法和平公约 第三个是红十字会总会的章程 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个是美国入军总使野战手册里面 三千桌陶规定 第五个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有关战争部分的判例 这五个构成战争法 构成战争法 是由这些去研判的 不是由战争法这本书 所以不要以为 你到书局去买战争法这本书 没有这本书 你要自己去研究 而且还有惯例 如果说到这个战争 有一个比较尴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哪 是哪就是中国人 中国不是一个政府而已 那里有四个政府 第一个是最上次三个人 第一个是重庆的国民政府 就是国民党 第二个就是延安的边区政府 就是共産党 第三个就是南京王精卫政府 第四个就是满洲国 满洲国那时候 日本已经成立于满洲国 对吧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有四个政府 四个政府最奇怪的就是 这两个政府 向日本 中国 美国 意大利先战 就是对卓星国先战 如果下架这两个政府 是对美国先战 对美苏先战 所以全世界都不知道在中国 是到底跟谁人战争 一半的人跟美国战争 一半的人跟日本战争 一半的人跟日本战争 所以全世界都没有人生命 说自己战争 这是汪精卫 就是南京政府 向英美宣战的 他还有荣耀 Google一下 也有这个影片 这是国民政府宣战书 林申 1943年元月9号一纲 汪精卫 在南京 那时候有录影不变 这些人最厉害的就是在这里 这是成吉思 这个人是成吉思 他们教你 他有成吉思汉 汉是皇帝的意思 大王的意思 是尊称 对吧 大王天可汉大汉 都是在讲皇帝的意思 叶苗在成吉思 他打败中国以后 你们就叫他祖宗了对不对 叫他元太祖 成吉思汉 是不是这样 他会说他是中国人吗 他是蒙古人 他就没在衰 把你们打败 又变成人 哪有可怜 我们是强壮的蒙古人 打败中国的蒙古人 怎么会是中国人 匈奉就是尊姆那些人 对吧 玄碑族就是满洲这些 蒙古人都知道他们这些 更多 汉人的就是 楚汉相争 就是在这里 你们上网只要打一下 癌山之后已经无中国 明王之后无华夏 满清后之后没有汉族 文革之后已经没有信仰 改革之后没有道德 这都很正常的 知那人都不可能是汉人 为什么 唱那一条歌很清楚 对不对 我的故乡在长城外 当然是蒙古人 怎么会是汉人 这些都是外族 东夷西隆北敌南蛮 这些外国人 他们土地大人口众多 轮流统治汉族 这样汉人还会纯吗 是不是很纯 愚蠢的纯 这汉人的集中地 东夷西隆北敌南蛮 轮流统治中国 这样中国很纯 纯种的 这些秦始皇 汉高族 隋高族 唐高族 颜太族 颜世族 明太族 清太族 这些人都不是中国人 这些人都杀人无王 都台中国人 对不对 都侵略者 你都叫他什么 他们的历史课本节 拿起来都明太族 清太族 原太族 你打牌 他就叫你祖公 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日本人没去美国打牌 现在他已经变成什么 日本太族 日太族 明人天皇 对不对 冬掉的时候 这 我们翻 我们翻那字 那是很用的 这是子 子 子 露雷 对 所以 唐诗 唐诗三百首 以前 祖穗喊的 唐诗三百首 其实 你用北京的 饭酒的 唐诗三百首 没压韵 你要用什么 用客家的 用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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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三百首 都会压韵 就是像用万祖法塔 没压韵 所以你不能再做 鼠典望族 对吧 我们都翻 不能说 就是说 我们那就是汉林 纯种的汉林 要做这个纯种 这就是人那时候 都在塑阿片 阿片 阿片 这李小龙 说他要解决东亚变孚 李小龙 在电影里面都说 中国人功夫一等 都有铁布三金钟罩 对吧 刀枪不入 这是做电影 梁启超 他说 下面有这个孚中国 就是东方变孚也 麻木不能久 各位 这就是 藏夫 其实 没有汉人这一词 汉人是 国民党和共产党 后来才变出来 以前 他们都叫做唐人 在美国有唐人街 有汉人街 全世界 很多都市都有唐人街 英国也有唐人街 不久没有就有汉人街 是 把你創造这些 做你的祖先 这是道教里面 说这个是皇帝 这个 这个是汉人 这个是阿片的手 我们这个是欢 是欢 还是汉人 还是汉人 跟我们说 他们都是这样来的 这些汉人 是去外国做罗礼 结果是说 那时候去南美祖 这段我们刚才有 有讲到 去做鼓励 鼓励 他都跟我们说 他们去南美祖做生理 去南美祖 贪大钱 其实是南美祖做鼓励 我们今天时间 有关系 我们讲到这里 如果有幸福 可以上网去看 我们每一节课都有录影 谢谢大家 谢谢